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一起来朗读神的话语记载在雅各书的第二章 我要从第八节读到第十七节 我听见了爱人的声音 他爬山越岭向我奔来 我的爱人像羚羊像小鹿 他站着在我家的墙边 他从窗口探视 从窗格子往里面窥望 我的爱人向我说话 你看冬天过去了,雨季已经过了 郊外百花盛开 鸟儿歌唱的时候到了 在田野间已经可听到斑鸠的声音了 无花果开始成熟了 葡萄树也开花放香了 起来吧,亲爱的我的爱人,跟我一起走吧 你像鸽子藏匿在岩石的洞穴中 让我看一看你的容貌 让我听一听你的声音 因为你的容貌美丽,你的声音美妙 要抓住狐狸 那捣毁葡萄园的小狐狸 因为葡萄树正开着花呢 我的爱人是我的 我是他的 他在百合花中沐放羊群 等清晨的凉风吹拂 黑夜逐渐消逝 我的爱人啊 回来吧,像一只羚羊 向彼特山上的小鹿飞奔而来 这些话也写得非常的细腻 也非常的具有生动活泼的画面 有趣的是第十五节强调说 要特别注意到盗毁葡萄园的狐狸 要抓住它 作者在用巴勒斯坦常常会出现的一个动物 破坏龙人所种植的葡萄园 也就是狐狸 那么主人也会在葡萄园快要成熟的时候 赶紧围住这个葡萄园 为的是要防范狐狸进入到葡萄园里面 那么在拉比的故事当中 他也就形容葡萄园跟拉比之间的关系 曾经有一个拉比这样写的说 有一天有一只狐狸因为肚子饿 他走到葡萄园里面 看到满园都成熟的葡萄园 葡萄园就想进去吃 却又看到葡萄园围着篱笆很紧密 他没有办法找到门缝 洞口可以进去 于是他就想办法 从篱笆当中开挖了一个洞口 刚刚好把他的身体可以塞进去 他就开始吃啊吃呀 吃得很饱 肚子非常撑 突然间看见有脚步伸靠近 他仰文一看 原来是主人逐渐要进来了 他吓一跳 想到如果被园主发现的话 一定会被打死 所以很害怕 就赶紧把他塞进来的洞口 要从塞进来的洞口 要爬出去 可是他吃得太饱了 怎么装都装不出来 园主越来越靠近 狐狸就越来越惊慌 他只好又装回到洞里面去 安安静静不敢动 免得被园主发现 这样一来进了 他躲了三天三夜 觉得安全起来 看不见园主了 他就从那个洞口 试看看可不可以出来 终于他出来了 因为他三天没有吃任何的东西 他肚子身材都消瘦了 这是拉比所讲的故事 说出葡萄园跟葡里之间的关系 在这边所在强调的葡萄园 原来就是指的以色列百姓 而葡里呢 其实就指的 假借上帝之名发言 欺骗以色列人的这些假先知们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对比 到现在为止 其实圣经当中常常也描述 我们要小心 在这次世上 有许多的这些狐狸 会把我们跟神之间的信心 跟爱情给夺走了 不过我们在这边 可以分享几个重要的事情 我们所读的圣经 充满的新郎新娘彼此之间的爱情 有爱的地方 生命就会发出特殊的香味 我们可以看见谈恋爱的人 他们生命当中 所散发出来的气质是很不一样的 丈夫跟先生 他们彼此之间 虽然结婚久了 有的人就没有爱情了 他们生活非常的平淡 没有味道 可是我仍旧会看见 有一些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 他们婚姻生活 仍旧是有吸引的特殊的香味 那个香味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的爱情 有爱情本身就是一个力量 力量会让人家感动 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常常讲 一个地方它有生命 它能够影响 有一个人曾经到了台湾这些高山上面 台湾的高山有许多非常珍贵的树 在这些高山的当中 这些树 树森林当中 它们就散发出一种味道 我们称之为芬多金 我们可以讲超过海拔一千公尺以上的树 都有这样的特质 芬多金所散发出来 对人体健康是很有帮助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见 芬多金自然的生产就是产生的力量 当一个家庭本身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爱情的时候 它不只是创造夫妻之间 他们这种稳定的婚姻生活 而这个爱情也能够感染到孩子们 让孩子活在这个家庭当中得到帮助 第二个经文提醒我们说 要小心福利 福利会破坏我们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圣经在告诉我们说 有些教会当中会传另外一种福音 而这个福音是带领我们离开真道 因此我们必须要小心 不可以容忍或者妥协这样的一个狐狸的信仰 第三个我们特别强调说 要趁着还可以找到上帝的时候 紧紧地抓住着他 在圣经甲格书第三章 作者这样说 我夜夜躺在床上 梦见我的爱人 我寻找他却找不着 我走遍市区穿越大街小巷 我寻找我的爱人 我寻找却找不着 你可以看见新娘她多么渴望她的新郎 如果找到的时候 我就不愿放她走 在这个世上最宝贵的是什么 最宝贵的是上帝的爱 上帝的怜悯 上帝的救恩 我们用很多的时间去寻找这世界珍贵的东西 但是如果没有上帝的爱的话 没有上帝的救恩 我们所努力的一切 都算不了什么 因此主耶稣说 一个人就是赢得全世界 却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没有 他能够拿什么来换自己的生命呢 因此一个少年官曾经问主耶稣说 我怎么能够得到永生 主耶稣说 把你身上的财富分给穷人 然后你跟随我 这个少年官他悠悠愁愁的走了 他在衡量之下 他宁可去相信 他眼睛所看得到的 手抓得到的财宝 他却不愿意相信 这一位永生的神所给他说的话 说 你照着我的话 把你财富分给穷人 然后你跟随我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想很简单 如果我们抓着身上所有的东西 主耶稣就不能够完全拥有我们 我也不能够完全的被耶稣基督爱所得着 很多人想要信耶稣的时候 他常常忘了一件事情 他以为信耶稣就要放弃很多东西 我现在要回答 的确是如此 信耶稣的确会让我们放弃很多东西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 当我们放弃很多的东西 你把手上的东西放掉的时候 你才可以接住耶稣基督的礼物 而这个礼物超过你我所想象的 我们常常太容易被这世界的财宝给骗 愿上帝引导我们 不要以这个眼睛看到的东西 手摸的东西来判断什么叫做福气 原来我们早就幸福得很 耶稣把我们捧在怀里 已经够宝贝的了 愿上帝祝福你 拥有丰盛的生命 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